冥田水域會的夥伴 我每一年在總統府 都會跟冥田水域會的夥伴們見面 我在這裡 我要代表政府 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大家的辛勞 這次 磨泛水域小組長 是從 3479 位水域小組長中 經過嚴謹的平底脫穎而出 所以我看到優良的事蹟 包括巡視水路 渠道改善 以及解決用水糾紛等等 樣樣都來 真的很不簡單 各位幾十年來投入水利工作 我聽說 我們代表的有 80 歲 各位 請去看看 我們 80 歲的中月還在做 真的很感謝 謝謝 請多謝 這段時間 臺灣受到暴雨的侵襲 大家的感受一定很深 好雨期間 無論是做好預防措施 或者是查暴災情 協助災害搶修的工作 都需要大家的幫忙 今年初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完成的修法 將農心水域會改制升格為公務機關 過去的水利會 因為公權力不足 所以很多執行業務時 常常會碰到困難 未來改制之後 不但具有公權力 也能夠發揮農業水資源 最大的利用效率 接下來 我們有些農業水利會 是有些資產 我們將成立特種基金 專款專用於農業水利的事業 政府也會持續投入經費 建構完整的農業基礎設施 藉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幾位會長 因為有你們的參與 改革才能不斷往前走 未來我們也需要借助大家的經驗 一起來促進農業永續的發展 我們繼續加油 向目標邁進 多謝 謝謝 謝謝